我们在这个TRX底下 你说张哥今天又带我吃啥呀 吃早餐 早餐啊 孤独ICC 这边我没来过 孤独ICC里没来过 没来过 这什么地方 你在这边读书和家工作 也有七八年了吧 不是 孤独这边区我了解 但你说的这个吃的我没来过 这里面全部都是吃早餐的 是吗 它到差不多一点它就结束了 一点就结束 全部吃早餐了 怎么这么多人 里面六里外天很多人的 你看这两边的停车场就知道 这么多车 这么多人往这边走 对 你居然没来过这里 没有没有 这是什么呀 好想吃 带你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吗 这边是游客 被打卡的地方 为什么是游客打卡 本地人也过来吃 只是说本地的人占比没那么高 行你带我去看看吧 好 走 哇好有南洋的感觉啊 对 我看看啊 他们在卖的 老手艺人 这些糕点 广东早点 这是藏粉吗 啊 藏粉 虾的藏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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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的这些 广东早点 这么有烟火气啊 张哥 基本上这边全是华人 啊 啊 鸡饭 你看这两边 全部做满了 哇 很像周末 进去找位子是很难找的 啊 基本上很难找的 你要守住旁边 土枣味 火饼 港式烧辣 这两边的话就是卖一些年饼啊什么的 啊 这个是卖那种手信啊 礼品的 哇 好正宗的广东早点的感觉啊 你看他这边吧 很多都是华人老板自己在开店 啊 对 很少外了 我没有看到 对 古早味 曼煎糕 粽子 嗯 猪肉粉 啊猪肉粉 中国饺子 然后有韭菜鸡蛋盒子 然后还有什么 有油条 那炸年糕 炸年糕 很多人排这边 哇这么多人排 哎哟 好家伙 我去看看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排的 嗯 这家炸年糕人是真的多 应该是很有名啊 这个很有名吧 很有名呢 已经很多年了 哇 我感觉马来西家这边的炸的东西特别香啊 在中国就吃不出来这个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跟气候有关系 江九米 鱼头米 这人是真多呀 对呀 我发现了张哥 他这个地方吧 他不像一些普渡其他的那些老的地方都是本地老年人 他这都很多年轻人包括游客啊都在那边 他很多游客这边 对 就是一些外省的啊 就比如说柔佛的啊 槟城的啊 普渡ICC是吗 那些人过来 旅游过来吃啊喝啊 大眼海南茶 卖咖啡跟茶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就是面包加那个蛋液是吗 对对对 我这家人也是很多啊 大排长龙 这家排长龙的 基本上是不会踩雷的 好多人啊 哎哟 炒果条 萝卜糕 肠粉 很多都是打自己的这种招牌 英杰咖喱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话 其实都是华人自己在做啊 从刚才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一个档口是外劳在做 全是华人老板自己在做这个 对对对 做这个对 酿豆腐 那边还有油炸鬼 然后有板面 泰国食物 最薄的 完全都没有空位的 对 你要一直等着其他人走 烧包王 烧包 芙蓉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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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你都知道芙蓉烧包 那可不是 芙蓉出名的烧包 这个现做现卖啊 这么多师傅在这儿 哦 现做现卖 黄酒鸡包啊 黄酒什么 黄酒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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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做现卖 对对对 啊 哇这么多师傅在这弄 这么多师傅在这儿做 啊 老板我问一下你这是哪里的小吃啊 什么地方的 阿兰西亚的这个 蒜鸡龙头这边的吧 啊 啊 你之前有听说过黄酒鸡包吗 没有 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 你看这个是那个吃斋的 炸饭 对炸饭的斋的炸饭 素炸饭 对 这个是什么呀 醒全 竹炭芝麻蛋挞 醒全蛋挞 蛋挞 这么多选择啊 应该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吧 热气腾腾的 现烤现卖 锅贴 柳州螺蛳粉 张哥 啊 中中螺蛳粉 中中螺蛳粉 牛肉面焖牛腩 海南美食 海南鸡饭 文昌海南鸡饭 菜园鸡 对面不错 啊 看得出来 这么多人来买 三间装猪肉粉很有名啊 是 咖喱面 它这个肯定有名 它好像不止一个档口啊 好像把两个档口合一起了 对对 蜂羊 蜂羊 大虾面 陈猪肉粉 对 冰陈猪肉粉 这就很容易看了 你要哪种面 对吧 冰陈的果条汤就很臭 猪肉粉就很少吃 冰陈的猪肉粉很少吃 吉隆坡的冰陈 吉隆坡的猪肉粉就 第一次还是你带我去那个那边吃的猪肉粉 Omega猪肉粉 Omega猪肉粉 那是连锁店嘛 但是这种感觉更接地气而已 对 我看到这个手搓的一个球一个球 就是马六甲的鸡粒饭 这个很出名的 对菜园鸡 鸡粒饭 然后还有这个 鲜虾河粉 白鸡 鸭蛋炒果条上汤拉辣 9块钱炒果条 还可以了 这边价格不是很贵 还可以 唐师傅鱼头米 ABC 凉水 爱玉冰 这个猪糖粉 韩永宁的来过 谁来过这个 韩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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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唱那个什么 刀 一生中最爱 啊 这个肠粉应该蛮出名的吧 阿福 肠粉 肠粉豆腐 亮豆腐 哎 这个肯定是肠粉里头算是最有名的了吧 这么多人排队 看一下啊 他这个是2块5一份啊 不算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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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亮豆腐吃了少 就2块5选嘛 一个2块5这样 对 呃 两碗 啊 对 看看这个人流 哎呦 好家伙 好家伙 这都是 一输 牛白蓝 每一个人很有个人IP招牌 生虾面 八生虾 华蛋生面 是大厨啊 可可娜的啊 花了8块钱 还可以 早上送女佣去培训学校 然后带着老婆孩子就在那边 随便吃了点 我要知道张哥带我来这块吃 我早上就不吃东西 这就比较尬 你这个吃的是蜂羊还是浓羊 蜂羊 蜂羊 你这个吃的是蜂羊的咖地面 对 你看这很浓郁 味道价格感觉怎么样 有一丢丢小贵 多钱 等等我来猜一下 12块 猜对了 这么准 这么准 12块贵吗 我觉得还好 还好 但是这个很浓 很浓郁啊 一看就很浓郁 我之前吃过两次了 我发现了这个ICC普渡这边已经成为好像旅游景点一样的 对 我看很多都是年轻的游客很多还有包括住在当地的老年人他们好像都喜欢来这边吃嗯 这边真的是汇集了吉隆坡的这些老字号的美食不只是吉隆坡吧还有冰城 冰城马六甲啊就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些南洋的这种老字号的美食对 我知道这边有个ICC普渡但是我从来没有来过哦这是我第一次来你看这边马六甲的冰城的对吧什么大虾面炒果条肠粉对鸡饭鸭饭香港的澳门的弹塔什么都有中国的中国的 反正就汇集了什么地方的都有但是吧这个周末过来是个挑战呀这个找座位也太难找了对我估计人家比较有经验的是什么拿一个水壶或者一盒香烟他就放在那儿没错把位置先占着然后他再去买东西吃 然后回来发现坐座位被人做了然后水壶也没了哈哈哈那倒不会吧不会啊 海南国比海南国比 尝一尝啊 哇好过瘾 猜一下多少钱 三块半三块八差不多四块钱四块也不算贵啊这么大杯还好吧一般都这个价了一般都是小杯的购壁店都是卖三块三块二三块五是吧啊到时候可以带你家人过来吃啊对有道理是吧对但是就是找座位比较难周六周日不能来啊不能周六周日来了我那个小孩还不会走路呢因为我上次呃周三过来的没什么人 都四过来啊早上啊啊早上 这个地方真的是那种美食天堂 他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你来的吉东坡你想品尝地道的美食你不是要想去哪里的话就来这个地方对你可以来你可以来一个礼拜对不但同样的每天来吃不一样的你就基本都把马来西亚所有的美食都吃一遍了 嗯他这些地方的这些档口他不像我们平时门口的这些华人档口他们这些感觉呃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对有一定的水准 像刚才那个猪肠粉排的快有20米的队伍有对他肯定是有有一定的那个实力的对 因为现在吉东坡很多大口都是华人呃给外劳去做嘛对华人基本上都不做了这个他们做尝了之后那个味道会有一点偏差的是因为我老婆是冰城的嘛我在冰城那边就很少看到这种现象基本都是华人在做 青山也是哦都是华人在做啊我这次去青山我就看到青山那边很少有外劳在做的对因为吉隆坡这块就比较控除啊基本上都是都是外劳在做对对对对对对 这么说的话就是只有吉隆坡这边是外劳在做的多 应该是了反正我去马六甲也是也是华人在做我昨天跟我朋友去普冲那边吃啊 普冲那边的华人当口很多都是外劳在做整个一个当口五六个人都是外劳是就没有华看不到华人老板了 这边就特别适合那种寻找南洋老味道对对吧 有一些不常见的那些美食在这边都能找到来这种地方哪一家排队就去哪一家应该不会踩雷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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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半了啊对对吧还是这么多人你看这个人就不会少不会少的这个二楼还有可以啊二楼也有啊你去过没 没去过 乐天宾是 但是二楼应该人比较少一点 对面这个是个华小 对 叫什么我看看啊 斯利拉都清 林清彪 林清彪很很出名的 是吗 很多华小都是 这个叫中华壁志华小 对 这个附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早市在哪里 这个就是不度了 但是这边有个早市啊 早市我们用Google找一下呗 找一下 你不是说这里有吗 你来过吗 呃我我知道这附近有 但是我没去过那个早市 我们找一下呗 找一下 很有名的啊 普渡早市 不会是这个吧 他在写的普渡早市 不可能这么点啊 应该是吧 普渡巴沙 应该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啊 这个不是这个是吃早餐的 他这不是写的巴沙